连蓝压魂方巫春道竟然再次被人打晕还装进了集装箱内 上级讲到舌头的几名干部脱袭打晕了春道并将田增强绑架带走 可就在他们打算离开的时候春道竟然成功起身并叫住了他们 但此时的田增强却大喊着小心后面 但田增强的呐喊明显是晚了 在春道的身后舌头第一高手真弓铁刺赫然出现 随后狠狠一拳便将春道彻底打晕 在将春道打晕后真弓铁刺便让手下将春道关进集装箱内 必定对于他来说人之一鸣便足够了 于是他便选择了田增强 在几天后他将为自己这次错误的选择付出采烈的教训 不久之后静慕等人见田增强迟迟没有归来便出门寻找 可在他们隐藏仓库的门口却发现舌头留给他们的手机 当他们接通电话后公平的计划也浮出水面 那便是利用纪木等人重情义的特点让他们自投罗网 在得知田增强竟被舌头绑架后愤怒的贝鲁克一把摔碎了手机 之后在贝鲁克的一声怒喊下他们选择全体出发前去营救 与此同时在与贝鲁克等人约定的工厂内舌头众人已经再次等候 不过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不确信贝鲁克等人真的会选择自投罗网 但是公平却给了他们肯定的答复 因为他十分的了解贝鲁克等人 他们可是一群把伙伴看着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的人 而此时已经遍体鳞伤的田增强却在祈祷着他们不要不谢 因为如果贝鲁克等人真的出现在此那无疑不是自投罗网 要知道为了对付他们舌头的所有干部已全部到场 除此之外还有着上百名杂兵 面对这个阵容贝鲁克他们区区几个人真的无疑于送死 然而贝鲁克等人怎么会选择放弃自己的同伴呢 在舌头成员的大喊中贝鲁克等人如同钻石般出现在公平等人的视野之中 舌头的众人也没想到他们真敢前来于是纷纷叫嚣 可随着贝鲁克的呐喊他们便闭上了嘴巴 因为贝鲁克所散发的气质太过恐怖 在之后公平缓缓走出人群来到了贝鲁克等人的面前 看到他们果然信守承诺的到来后 公平便让手下放田增强离开 当贝鲁克等人见到舌头所绑架的只有田增强一人后 便质问到另一个人呢 被松开的田增强急忙将春道被他们偷袭打晕 并困在集装箱的事情告诉了众人 一时间贝鲁克等人便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 因为他们之所以赶来到此地的原因便是春道 他们打算在救出春道后 依靠春道那恐怖的实力一起杀出去 但现在他们这个目的是无法实现了 但是已到此他们也只能选择拼死一搏了 而另一边的公平在拿出一把现金作为奖励后便离开了人群 随后在公平的命令下这场大战正式展开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